非常高兴应总统先生邀请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 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 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 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乱局下 中法要坚持独立自主 共同防止新冷战或者阵营对抗 要坚持相互理解 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 要坚持高瞻远瞩 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要坚持互利共赢 共同反对 脱钩锻炼 筑墙涉雷 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